男人朝桌子扔出一堆金币 这让一旁的妻子惊讶不已 猜到这些金币来路不尽 随即便与男人发生争吵 结果男人却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只见金币竟然开始朝着一起汇聚 转眼间形成金色的火苗 瞬间融化天花板射向天际 吓得男人当场愣在原地 下一秒屋顶轰然塌陷 接着一只触手抓住妻子 直接把他带向神秘空间 当男人从昏迷中醒来 茫然地看着四周的荒漠 发现地上有一张女人的相片 可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记忆 突然肚子传来一阵疼痛 结果却发现一个奇怪的手环 打算用石头将这东西砸下来 然而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这时身后走来三名赏金猎人 他们猜测杰克是逃跑的囚犯 打算将他押回城市换取报酬 结果下一秒 猎人完全低估了杰克的身手 几下便将三人送去梦乡 接着换上他们的衣服 一人一狗朝着城市走去 找到医生帮自己处理伤口 然而当医生问起杰克的来历时 却被医生枪响打断了对话 来人正是镇上臭名远兆的富二代 平日里仗着父亲的权利随意搜刮百姓 这时发现外来的杰克无动于衷 上前打算给他一点教训 结果杰克根本不吃这一套 转身刚要离开 可富二代仍不死心 为了震慑杰克胡乱开了一枪 结果却打中一旁的吃瓜群众 一切刚好被赶来的警长撞见 随即准备将他抓回警局 而杰克的举动引来埃拉的注意 一路跟着杰克来到了酒馆 质问他手环的来历 可对此杰克根本不想灵魂 这时警长也找到了这里 原来他发现杰克居然是逃犯 打算将他抓回去 然而杰克根本不会束手就擒 随即双方便扭打在一起 可就当杰克用枪指向警长时 突然遭到身后的埃拉偷袭 接着便把杰克与富二代关进马车 准备把两人移交给联邦警署 这时尚未带着人马赶了过来 要求警长立刻把儿子放了 结果却遭到了拒绝 然而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 所有人突然看向远处 原来天边出现诡异的光亮 与此同时杰克的手环开始闪烁 而火光却突然消失不见 正当大家感到不解释 下一秒却出现在众人面前 接着便朝着人类疯狂攻击 原来这是一群外星飞船 面对他们的狂轰滥炸 弱小的人类只能疯狂躲避 躲闪不及的人直接被外星生物抓走 人类的反击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这时杰克的手环再次亮起 猜测他或许是某种武器 将手臂转向窗口尝试启动 瞬间炸开了球车 成功逃脱的杰克趁机搜刮装备 看着被抓走的人越来越多 此时的他选择不在低调 抬起手臂指向飞跃而来的剑筹 带到烟雾散去 被吓坏的人类纷纷走出房屋 杰克赶紧将装备收起 同时与上尉前去查看 结果眼前的东西没有人认识 更不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正当大家感到好奇时 房子中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接着传来几声枪响 怪物的身影一闪而过 同时在附近发现一只巨大脚印 如今亲人被抓 尚未只好恳求杰克帮他找回儿子 而杰克也是爽快答应 天一辆尚未便组建小队 前去追捕受伤的外星生物 可没过多久 天空突然下起调破大陆 而众人的前方同时出现诡异灵 平原中出现一艘破旧的轮船 这让小队感到十分好奇 可此时的雨势越来越大 无奈众人只好走进轮船避雨 期间艾拉准备帮杰克处理伤口 可这时杰克的手环突然亮起 意味着外星生物就在附近 与此同时 猎狗朝着前方一只狂吠 不明所以的男孩上前查看 结果猎犬直接冲向了暗处 接着传来几声哀嚎便没了声音 吓得男孩赶紧躲了起来 可外星生物还是发现了他 令人不解的是生物并没有发起攻击 而是伸出利爪抚摸起男孩 这时赶来的牧师果断射击 结果却遭到生物的疯狂报复 危急时刻赶来的杰克将手环启动 这才引起怪物的警觉 转身就要逃走 虽然杰克连续发动攻击 可惜生物还是成功逃脱 直到天亮 众人将死去的牧师埋葬 顺着足迹一路追到了大峡谷 结果在半路却遭到土匪的阻拦 这时为首的歹徒认出了杰克 原来杰克曾经是他们的首领 可此时的他早已失忆 为了强大自己的队伍 杰克只好跟着他们回到营地 结果却遭到新首领的反对 一拳将杰克打翻在地 此时杰克不再隐缘 抬起手臂启动了装置 直接一发将他轰飞 其余的人当场吓傻 至此杰克重新成为了他们的首领 带着队伍继续追击外星生物 这时外星飞船再次出现 结果刚成立的小队便遭到飞船的狂轰滥炸 导致多名成员当场丧生 看着越来越近的飞船 杰克及时启动手环反击 然而其他队员却没有这么行 这时飞船再次朝着杰克靠近 这次选择抓走埃拉 杰克健壮赶紧前去营救 在临近飞船时奋力一跃 成功抓住了飞船 而外星生物为了摆脱拼命放 杰克只好启动手环 朝着飞船奋力一击 破损的飞船与杰克一同坠向水中 逃脱的二人赶紧游向岸边 然而正当他们暗自庆幸时 一只怪物突然从身后冒出 反应过来的杰克虽然消灭了怪物 可被先飞的埃拉还是身受重伤 杰克立即抱着埃拉寻找队伍 但由于伤势过重 当与队友会合时埃拉早已没了气息 此时仅剩的几人悲痛欲绝 所有人的心中充满了绝望 然而就在此时 大量的土著人又将他们包围 直接将众人抓回了部落 认为那些怪物正是他们隐来的 为了消除怪物的怒火 直接将埃拉的尸体扔进了火中 然而就在下一秒 火焰突然生烫 炽热的温度逐渐幻化出人形 所有人当场愣在原地 吃惊地看着他走向人群 只有杰克贴心地为他披上毛毯 此人正是死去的埃拉 原来他来自遥远的星星 不久前母星遭遇了怪物的袭击 他们为了黄金不择手段 如今地球上只是他们的探索小队 带到他们发现人类的弱点 将会派遣大部队占领地球 此刻需要在怪物进攻之前 找到他们的据点 而只有被改造过的杰克知道位置 为了恢复记忆 杰克喝下部落的特殊药水 迷茫的片刻果然恢复了记忆 男人绝望地看着一旁的妻子 只见外星人在他身上插上管子 随着爆发出的强烈光芒 妻子的身体竟然直接化成粉末 随后外星生物又走向杰克 拆下手中的护腕放在一旁 接着拿出管子同样插在杰克的肚子 剧烈的疼痛让他无法承受 起身的杰克刚好被护腕锁住 此时无暇仔细研究 立刻顺着山洞逃了出去 当艾拉看到杰克苏醒 知道他在幻境中已经找回了记忆 天一亮便带着众人出发 很快便发现了外星人的基地 在艾拉的口中得知 这里只是飞船的一部分 地下还有外星人的炼金矿场 他们视力低下 所以白天很少行动 这也导致无法将他们引出基地 而潜入内部必定凶险万分 正当众人想要退缩时 却发现杰克早已临阵脱逃了 虽然尚未非常生气 可为了能够救出亲人 还是召集众人制定潜入计划 这时退缩的杰克再度返回 同时还带回了大批人马 这让尚未有了些许安慰 原来杰克深知火力不足 召集曾经的手下加入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 杰克带着小队冲向外星基地 顺着墙壁一路爬上飞船 将点燃的炸药扔向飞船内部 接着小队按照原路返回 随着一声巨响 巨大的火光瞬间笼罩飞船 而外星生物的反击也随之而来 大量怪物冲出宝脸 朝着人类疯狂攻击 面对他们人类毫无还手之力 举手投足间便能轻松带走生命 而这边杰克与埃拉钻进山洞 随着他们不断的生命 二人成功找到被抓的人类 却发现他们神情木乐地看着上方 好奇的杰克也抬头望去 光球瞬间爆发神秘的光芒 结果杰克也深陷幻境之中 好在埃拉及时将球体击碎 杰克这才回到现实 埃拉赶紧上前挤住人类 然而怪物还是发现了他们 正朝着这里快速汇聚 危机时刻杰克占据有利地形 以此来阻挡怪物的进攻 随着手环一次次的启动 蜂拥而来的怪物成功被消灭 同时被困的人类也被埃拉解救 然而此时飞船外的战斗却并不轻松 人类为了胜利不惜与怪物同归于尽 战况不再是单方面的杀戮 这时尚未看到人类已被救出 却未发现杰克的影子 立刻深入山洞前去支援 此时杰克二人找到了外星矿场 只见大量的黄金从地下涌向飞船内部 这时埃拉想要将飞船炸掉 接着帮助杰森取下手环 顺着墙壁一路爬上通风口 与杰克道别过后便钻了进去 此时杰克却被外星人发现 只好一边躲避一边朝着洞内退去 不经意间他来到了当初的实验室 里面除了不断输送的液态黄金 便是那些对人类的实验数据 而影像中的人竟然是自己 正当杰克感到困惑时 结果却遭到怪物的偷袭 再次将他困在了操作台上 直到这时杰克才看清 眼前的怪物正是当初被他打伤的那只 此刻的他只想复仇 危机时刻尚未及时赶到 杰克见状同时发起攻击 连续地扣动扳机 成功将怪物逼向融化炉 随着一声枪响 滚烫的黄金倾泻而下 成功将怪兽的首领击杀 没了首领的飞船触发了预警系统 随即启动了点火程序 好在杰克二人逃了出来 此时巨大的飞船拔地而起 眼看就要逃离地球 而这时的艾拉成功找到飞船的动力装置 不顾四周奔赴而来的威胁 毅然决然地启动了手环 爆发的强光瞬间充满整个飞船 巨大的冲击将无数黄金洒向了大地 这场战争人类取得了胜利 被解救的人也与家人团聚 然而在兴奋的人群中 只有杰克神清黯然 继续他的西部之旅